那方程式寫完一個動作要把它平衡 就是讓你的左邊跟右邊一樣什麼一樣 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數目沒有變 所以要反應物跟生成物的原子的種類一樣 數目一樣 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的平衡 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在做題目的時候都要用 已經平衡好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我上課怎麼教你怎麼平衡的 待會兒會有實力跟你做說明 現在只是回顧一下我教你的方法 我要你做什麼事情 把最複雜的當作1或者是2 如果你看不出來1不應該寫2就1 當作1就好 倒在搶 倒在搶 當作1或2 然後從兩邊都只出現一次的元素 或者是原子開始平衡 一個一個平衡下來到平衡結束為止 最後要記得 我們都是整個東西在反應 是整個分子在反應 沒有半個分子反應的 所以要畫成最簡單整數比 如果你算出來的結果不是整數的 要把它全部畫成最簡單整數比 這又是化學方程式的平衡 我們待會兒會有實力 給各位做一次看看我們怎麼平衡的 這又是跟各位講 什麼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怎麼寫 以及反應方程式應該如何平衡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方程式怎麼平衡 這裡 擠上去 繼續擠上去 怎麼做 把最負責當作1或2 這邊看起來就是那個紅酸被鈉是不是 NLA3 DO3的最負責 先把它寫作1或2 看不出來該寫的東西寫作1 寫完1之後呢 兩邊只出現一次的開始做起 左邊有一個鈉 右邊一個鈉 鈉可以用 左邊有一個鈉 右邊有一個鈉 鈉可以用 左邊有一個鈉 右邊有一個鈉 鈉也可以用 所以表示每個都可以用 看你的調整就好 如果你要看鈉就是 這邊有一個NLA3 就是要有3個鈉的意思 所以右邊有3個鈉 左邊就要有3個鈉 對嗎 右邊有3個鈉 左邊有3個鈉 所以這個3要寫上去 3寫上去之後就這就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 表示你的3NLA固定好了 所以鈉移動過 看鈉 鈉這裡要有3個鈉 右邊有3 那右邊呢 右邊有3個鈉 對不對 右邊有3個鈉 所以鈉也OK了 沒有事了 這邊要有3個鈉 這邊要有3個鈉 右邊只有2個鈉 怎麼樣讓2個鈉變3個鈉 2分之3 2分之3 然後最後或者你看 看鈉也可以 可以 你剛剛看到E的NLA3O B對不對 紅 一個紅 所以右邊呢 也要一個紅 所以要寫上E 如果你這樣寫就是 就動完了 所以通過都動完了 如果你當開始這個字句寫的話 那你的紅看完了 鈉也看完了 鈉也 剛才知道你看完了 那通風看完了 就只要鈉了 好 鈉 鈉還不用 所以他看到鈉 他講說那個鈉呢 那這邊左手邊有3個鈉 右手邊要3個鈉 現在是H2 所以要怎麼辦 2分之3 2分之3 這樣就全部平衡好了 左邊跟右邊就一樣多了 可是要做什麼事情 要化成最簡單整數 所以全部都乘以2 全部乘以2 就平衡完畢了 就平衡完畢了 這就是我們平衡的結果 OK 然後那個係數就只有用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答案就這樣 這是答案 好 請問你 這多少 請問你這多少 你就念數字給我聽就好了 11223 你就念你的數字給我聽就好 你就念數字給我聽就可以 1122 或者是3344 隨便 就念數字給我聽就可以 可以 可以 黃柏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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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2534 兩邊最複雜 當作1或2 好 比如說就是C3H8 當作1 要有三個碳 所以要三個碳 對 這樣應該不對 應該是1534 這個答案錯的 應該是1534 所以 右邊就要一個 後面要3就是1 然後1要看到兩個癢 兩個癢的話呢 癢不能用 為什麼癢不能用 因為右邊出現過2 4 所以要回來再看到那個7 7那有8個7 所以後面就要4 4 那麼3跟4定好了以後 就變成有3乘2是6 加上4是10個癢 所以前面要加上 變成一個5 然後5就OK了 所以答案是1534 所以上面答案是錯的 答案應該是1534 OK嗎 OK 1 2 1 1 1 2 1 1 1 2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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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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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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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化學反應方程式的平衡需要你會做 OK